价值21亿的比特币和以太坊的一个期权即将到期 那最大的痛点是在 这个6万8美金这个水平比特币 以太坊的话是在这个3千4 目前的价格是在这个 6万6千 800美金左右水平 那以太坊是在这个3千200 多美金一个水平 那确实距离不定啊 亏损的点是非常非常接近 那刚才比特币也是一度是冲到了 上方的一个6万9这个水平 也是接近最大的一个痛点 就是6万8这个区间 那以太坊刚才的是 已经来到3千4这个水平 也是在最大痛点的一个 附近的一个情况 那随后价格出现了一个回调 刚好想要去清算 这部分的一个合约是吧 庄家不亏损那么多 那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存在 是吧 所以比特币价格是出现了一个 上工之后又快速进行回调了 那现在价格会不会出现 继续回调这种情况 那之前我们有预测 它在一个下降通道当中 万一有完全进行打破 只有它完全是突破这种 下降通道的一个上沿的位置 是吧 才能够去更好的去介入是吧 像以太坊这种币是吧 只要它打破了3千5是吧 3千4这个水平 它的动能才会变得更加强 那目前它没有去完全打破 还在一个下降通道当中 那比特币也是在这个下降通道当中 没有去打破上方 比较强劲7万美金这个水平 在关键节点 就是没有去突破 形成较大的一个上涨 那在今天之后 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一个回调 那整体的加密价格 出现了一个大范围的一个价格 移动向下的一个回调 那1到100的话是出现了 大部分的币都出现回调 就有一些只要你讲半的一些币种 出现了一个回调 一个上涨 BCH还有以太经典 这都是出现了一个回 一个上涨的一个情况 那也可以看到是吧 只要减半的币都是出现了 上涨是吧 BCH 以太经典 一个 BSB 是吧 都出现了一个短时间的一个 比较强硬的表现是吧 大家有目共睹 那现在行情怎么了 还会不会出现一个巨大的一个调整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比特币现货 ETF 的一个种的一个情况 那在昨天也是出现了一个流入的一个状态 从下方的一个1万多美金上涨到7万3美金的位置上涨了3点多倍的一个问情况 很多人就说这个牛市已经结束了 那因为这个牛市已经就是没有结束了 是吧 而且它之前出现了多次的一个调整了是吧 在这个3万美金出现了一波回调 回调了接近21%一个水平 直接是回调到一个25,000这个区间 跌到20%了 那这个位置的话也是出现了接近25%左右这个回调 那从上方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在32,000跌到下方24,000多25,000这个区间 快速进行一个反弹了 那等到它上行到这个48,000的时候也是出现了一波的一个调整 也是跌了20%左右的水平 那目前比特币的一个下跌 你认为跌够没有是吧 就是从这个73,000这个区间 它已经跌了接近18%左右这个水平 那因为这一波回调基本上已经是已经结束了 因为它已经跌幅像之前一样 跌了个20%左右这个水平了 而且现在价格也没有说 暂时去跌个20%从上方的位置是吧 我们就证明说跌个20%的水平达到56,000到55,000这个区间 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先来看比特币的一个行情还是比较安全了 在减半之前可能不会出现了 巨大的一个调整 在20多啊 那因为已经是极限了 最多它能够去跌到下方这个58,000这个区间 是已经是最低的一个水平了 那因为它不会去跌到哪里 但是以太坊它的一个行情就不一样是吧 那之前它的一个跌幅是吧 从这个4,000多美金的位置出现了一个回调 那回调的深度非常深了是吧 直接是跌了26% 那之前以太坊在这种行情当中也是出现过 只次的一个回调 那是从它跌到最低的位置 800多美金的位置出现一个反弹之后 它的行情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出现了只次巨大的一个调整 那第一次的话是出现了接近47%的一个回调 那第二次的一个回调是接近了31%的一个回调 那这次的一个回调是吧 已经出现了巨大的一个回调了 从上方的位置跌到现在的位置已经 最低的位置已经来到26%了 所以说你要说它再去跌得很深了 因为没有这个必要再去跌得很深是吧 它最低的位置也就是来到下方2800到2900这个水平 但是现在不认为它能够暂时进行一个跌破 如果说现在你还没有去买进了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机会 因为的话它现在已经来到足够接触了 近期底部的一个状态 底部可跌的一个状态了 如果你再不介入 你就会错失这一轮的一个机会 那上个视频还有人问了 BGB还值不值得买 那很多朋友就问了 其实这个B是吧 之前就早有推荐是吧 它会上行到1.6到1.5这个区间 现在的话是在这个1.24 那在过去的一个小时是吧 出现了一个回调 那最低的位置是插到下方的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插到下方比较低的一个水平 从上方的1.33跌幅 跌到下方的位置就跌了10%多的一个水平 出现一个反弹 那目前在1.24附近 虽然说现在的话还没有去站稳 那挖矿的话还在持续 1.24这个水平 说实话也不算 价格非常高的一个位置 如果你想买进了这个位置 营救室可以去买进 拿去质押 营救室可以去获利的是吧 比如说 不必害怕 当然如果想去买 你点击我的视频下方链接这里是吧 可以去买是吧 这里注册之后是吧 优惠50%手续费 你就可以去买了 我太大问题了 好 今天的内容的话先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